你看過這種草地水窗嗎? 對於有庭院的家庭來說 遇到連日好雨就有可能會出現這難得一見的景象 這是因為在草地與錶土的下方 通常會鋪一層防水塑膠墊來限制其他長根系雜草的生長 如果因為好雨排水不羈 或是地下排水道短時間溢出大量的水 這些水就會被困在塑膠墊下方形成一個大水泡 在少數情況下 當草的根系本身就長得很密實 也有可能在天然的草皮上出現相同的現象